保德信青少年接机会举办青少年志工选拔 全台湾5000多人报名参加 而台南其中三名学生以大林词院志工队 以及多项志工服务获得了服务贡献奖 从台南市长赖清德手中接过奖牌 这份肯定得来不易 现场获得保德信青少年志工奖的14名同学 是从5000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而台南慈济中学就有三名同学一起获得这项殊荣 现场分享做志工的感动 有些老人还很开心地唱歌给我们听 那种感动就是有那个差别 就是从原本冷冷淡淡的到最后非常热情 那是一个很大的感动 而蔡维新则在大林慈济医院感受到服务乐趣 只是单纯一份帮助别人的心 就是刚好也得到大家的肯定 其实真的很开心 另外还有这位才国中三年级的范婷宇 也是长期的校内志工 志愿服务也让他们了解到 施比寿更有福 更要把这份善念散播出去 大一新闻 陈一珍项红术 他还能报到 他还能报到 我还能报到 我还能报到